當天抵達上海後 他曾透過因斯關M的月後及粉工人給姐姐傳訊報平安 這種祕密且短暫的聯繫方式讓姐姐覺得異常 他立刻截圖保存對話 卻被弟弟警告 這樣會害了我 他還提到接下來會轉機前往安徽合肥 但吃了之後 弟弟再也沒有回應任何訊息 22歲的郭雨萱前往中國後失聯 這讓家人交集萬分 今年剛從高雄速德科技大學畢業的他 在一家連鎖租車公司工作 才上班不到半年 8月初郭雨萱突然詢問家人如何辦理台包證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姐姐感到相當驚訝 在將近一個月的失聯期間家人經多方打聽得知 弟弟與兩位朋友同行 但這兩人的身份不僅對家屬沉迷 連他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們是誰 這讓姐姐不禁懷疑弟弟是否被騙參與詐騙活動 並擔心他的安全 郭雨萱的姐姐回憶 8月中旬時 弟弟曾問過他如何辦理台包證和護照 但並沒有說明原因 當他追問弟弟是否要出國旅遊或工作時 弟弟警檢等回憶說會去中國 最多停留一周 弟弟原定於8月22日出發 卻延遲到27日 當天抵達上海後 他曾透過因Squam的月後及粉工人 給姐姐傳訊報平安 這種秘密且短暫的聯繫方式讓姐姐覺得異常 他立刻截圖保存對話 卻被弟弟警告 這樣會害了我 他還提到接下來會轉機前往安徽合肥 但吃了之後 弟弟再也沒有回應任何訊息 家人多次透過微信 QQ、Instagram和電話等方式聯繫郭雨萱 卻始終得不到回應 甚至發現他的QQ帳號已被封鎖 姐姐表示 最初電話還能接通 但不久後似乎已經被關機 無法再聯絡上他 等了超過一周人無任何消息後 家人於19月15日選擇報警處理 家人擔心郭雨萱可能遭遇詐騙 或在中國遭遇其他危險 特別是弟弟的交友狀況不明 直到失聯消息曝光後 幾位高中同學才透露 原本計劃於9月12日和他見面 不知道為何他會提前出國 郭雨萱的母親因為過度擔憂 出現得時不下咽 輾轉難眠的情況 家屬表示 雖然他們已經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 但仍然祈禱他能夠平安歸來 針對這起事件 海濟會已經接到家屬求助 並與郭雨萱的母親取得聯繫 目前已向對岸的海協會發函協助尋人 並協會與家屬保持聯繫 提供所需資源 陸委會發言人梁文杰則在記者會中指出 郭雨萱已經不是高中生 而是和朋友一同前往中國 由於家屬已經報案 海濟會也正聯繫海協會協助尋找郭雨萱 現階段尚無進一步的消息 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Main News 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網紅李影帳號名李老師不是李老師的追蹤者 也遭遇了中國警方的約談 警方甚至聯繫了這些用戶在中國的親屬 要求說服他們取消對李影帳號的關注 與此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居住日本的中國記者王志安身上 他的追蹤者今年也遭到中國警方的詢問 中國政府近年來加強了對網絡言論的監控 最新舉措將矛頭指向了追蹤敏感社交帳號的普通用戶 這一做法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擔憂 許多人擔心此舉不僅會進一步壓縮言論空間 也可能對網絡社權造成明顯的寒慘效應 據《衛報》報導 中國一名大學生段某因使用虛擬私人網絡 VPN翻牆下載了社交平台Discord 並參加了政治討論權 於今年7月被當地警方約談 警方不僅審查了段某的網絡活動 還追溯了他與海外網紅的關聯 這表明中國當局正在試圖全面掌控網絡言論 段某表示他在被拘留24小時內 招警方詢問他使用VPN的原因 與網紅洋名號、網民嗨義的互動 並要求他交代在Discord上所參與的討論內容 人權觀察組織中國部副主任王松蓮指出 這次針對普通用戶的約談規模前所未有 顯示中國的網絡監控措施正在不斷升級 如今,除了知名的網絡意見領袖外 普通的網民也成為了監控目標 另外,因持續更新白紙抗議事件而引發關注的 網紅李引帳號名李老師不是李老師的追蹤者 也遭遇了中國警方的約談 警方甚至聯繫了這些用戶在中國的親屬 要求說服他們取消對李引帳號的關注 與此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居住日本的中國記者王志安身上 他的追蹤者今年也遭到中國警方的詢問 顯示這波監控行動範圍正逐漸擴大 研究中國言論案件的律師法里斯指出 中國每年都會開展所謂的網絡清理行動 但今年的行動明顯加強 除了監控用戶的發言內容 當局還駐守調查用戶的社交網絡 例如2019年一名叫江坤的男子 因在推特上發表言論被判刑 當時法院還提到他追蹤了反華勢力 王松蓮進一步強調 儘管中國當局持續壓制普世價值 但這些價值觀能在國內外擴散 並透過網絡傳播 他認為當局和意見者之間的這場貓桌老鼠遊戲表明 一股跨越國界的共同價值觀正在崛起 逐漸對中國的嚴格管控構成挑戰 大家對網路監控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Main New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一些青少年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們的經歷 表示在暑假期間 每次進行遊戲時都必須通過人臉識別 甚至每局遊戲都要重新進行一次人臉掃描 騰訊還在防待過人臉巡查中 加強了對遊戲內儲值功能的認證過程 要求用戶在整個人臉識別過程中朗讀文字 中國政府對遊戲和直播行業的監管日趨嚴格 特別是針對未成年人的線玩令已經實行超過三年 然而 許多青少年通過使用父母或祖父母的身份信息 來避開遊戲時間限制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 中國兩大遊戲巨頭已經加強了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 強化對未成年玩家的實名認證管理 是2021年8月30日以來 中國政府推出了被稱為時尚最狠的線玩政策 規定未成年人只能在每週五 週六 週日及法定假日晚上8點至9點之間使用網絡遊戲 其他時間禁止未成年人進入遊戲平台 然而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於研究中心最近發布的調查顯示 在河北、貴州等六個省份進行的調查中 共有1108名未成年人參與 結果顯示超過八成的青少年在假日期間的遊戲時間超過了一個小時 明顯違反了線玩令的規定 調查報告還指出 為了避開系統的時間限制 許多年輕人選擇使用他人的身份信息來登入遊戲 超過七成的受訪者使用了父母或祖父母的身份資料 還有一些人通過淘寶進行代辦認證 這表明顯玩令在執行過程中能存在一些漏洞 隨著暑假的來臨 中國遊戲公司騰訊和網易被要求進一步加強 對未成年玩家的實名認證管理 他們開始增加人臉識別的頻率 以確保用戶身份的真實性 例如網易要求70歲以上的遊戲用戶必須進行人臉識別 而騰訊則推出了暑期人臉巡航和防待過人臉詢查 以防止未成年人借助家長的協助來通過人臉識別 一些青少年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們的經歷 表示在暑假期間 每次進行遊戲時都必須通過人臉識別 甚至每局遊戲都要重新進行一次人臉掃描 騰訊還在防待過人臉詢查中 加強了對遊戲內儲值功能的認證過程 要求用戶在整個人臉識別過程中朗讀文字 以確認操作確實是有本能進行的 這些措施表明 中國政府和遊戲公司 對未成年人遊戲曾有問題的重視程度 然而 如何在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與保障其正當餘的權利之間找到平衡 依然是各界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 大家對現玩政策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venu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